掌聲歡迎他們 歡迎挪威的森林的陳雨昕 哇 一頭金髮 如果有一天的曹彥豪 葉心晨 以及祝我幸福的孟等如 歡迎 很漂亮對不對 帥哥美女 那雨昕 你的那個麥克風我先幫你抽起來 那四位我們先來合照一張 站近一點點齁 要不要往背板 左邊一點點 好 往左一步 對對對 好的 好 四位看向左手邊的攝影機 左下方 好 中間下方 好 看一下右下方的攝影機 然後 試試 站近一點對不對 看來有點陌生對不對 要不要這個 換個 好 換個POSE之類的 來 中間我們一台公共電視的攝影機 白色襯衫這位大哥 來舉個手一下好嗎 來看這一台 好 大家不要揮個手一下 好 OK Cool 好 擺個手勢 擺個POSE 好的 可以嗎 那要不要單拍 那我們先 我們等一下來單拍好了 好 我們先來做簡單的仿大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語希 然後這一次在滾石的愛情故事裡面 演出的是挪威的森林 是 謝謝語希 接下來是孟耿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那這次我在滾石愛情音樂故事裡面 滾石愛情故事 滾石愛情故事 吃到口水了 滾石愛情故事 對 裡面的一首歌是 如果有一天 是 梁靜如的歌 對 然後另外草燕好 也是 對不對 對 大家好 我是曹燕好 我在滾石愛情故事裡面 跟星辰是演如果有一天 是 兩個人同台 那我們再從這個樂樂語希 開始訪問一下 語希 這次參與的這個角色 有沒有什麼跟以往 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跟我們多介紹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角色 都跟以往蠻不一樣 因為其實這一次是 一人分屍兩角嘛 那一個是自比兒 然後另外一個是遠角妹 所以就是一個很收 但一個很放 然後可能服裝上面 有很大的突破 好 是 服裝上面有比較突破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麥克風音響關係 我們一起往前一步好嗎 來 好 那另外就是 好像你這一次 雖然是第三次 一人分屍兩角了對不對 對 從美南到5月1號 到這一次挪威的森林 然後正好都是一人分屍兩角 是 那你跟楊佑寧對戲的感覺如何 很過癮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因為其中有一場就是 呃 圓嬌妹她 可欣啦 可欣她有一場情緒比較重的戲 那那一場就是 我們就 沒有照本演出 所以 其實那一場我覺得她幫助我很多 在投入情緒裡面 因為我們就是把兩 把我們兩個角色的 心裡面的話都挖得很深 所以那一場反而出來的效果是 比我們原本想像的好很多 是悠遊幫你很多 你還踹人家熟悉部對不對 在片座 而且那一場是我跟她 第一次見面拍的第一場戲 真的有踹到嗎 很危險的感覺耶 我有盡量收啦 但可能還是有不小心 太棒了喔 來真的 謝謝我們的樂樂 接下來孟耿如 來分享一下 這是在片中演的角色 有沒有特別難忘的部分 特別難忘啊 應該說 呃 這次的角色跟以往 比較不一樣的是 之前我給大家的感覺 都是比較熱血 比較正面 陽光的 是 然後這次是 我覺得她反而比較叛逆 她是身在一個有錢人家 然後但是很 呃 我應該就是很不聽話吧 很忤逆家庭這樣子 是 所以跟別部戲 帶給人家的形象比較不一樣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 一個新的挑戰 而且片中這個角色 算是忘年戀對不對 對 嗯 就演這集喔 不要這樣啊 好 開玩笑 不過這首歌曲叫 祝我幸福嘛 對不對 對 那片中也有穿婚紗對不對 有 我穿婚紗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算算看 這是我拍戲 入行以來 穿過大概第七次婚紗 哇 已經穿過七次了 對 我想說我之後穿婚紗 應該會很無感 喔 之後穿婚紗會很無感 不會的 她一定會給你很特別的感覺喔 那什麼時候要讓大家祝你幸福一下呢 有沒有計劃喔 嗯 那個 是 還沒有什麼計劃 好 大家都忙工作先嘛 事業行為重嘛 那加油囉 祝你幸福 謝謝 謝謝耿如 接下來這兩隊就是同一出裡面嘛 就是如果有一天發生了三角戀 哇 三角戀真的是很難的一個喜題喔 來分享一下演出難忘的過程 夜行程 我是在裡面飾演陳美珍 是她跟李玉璽喜歡的人 是 但是我覺得陳美珍是一個比較 為愛會有往之前會很衝的人 是 對 所以她選擇了某一個 她選擇了某一個 所以破壞了她們兩個的咬鼻 喔 所以說她就是跟李玉璽 是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我的少女時代的未洋非凡 同時愛上了你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個三角戀的狀況 夜行程你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嗎 三角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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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 在高中的時候 嗯 對 是同時被兩個男生追求嗎 就是 我的好朋友 跟 喜歡 有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男生喜歡我 這樣子的三角戀 對 跟這個比較不太一樣 兩個女生喜歡一個男生嗎 沒有 我不喜歡他 但是是男生 女生喜歡他 然後他喜歡我這樣 喔 女生喜歡那個男人 男生喜歡你 嗯 歇入這樣的一個糾葛 對 OK 了解了 那如果說曹彥豪跟李玉璽啊 都是你片中這個三角戀的對象嗎 那你自己的話 現在生活會比較喜歡哪一個人 如果曹彥豪跟李玉璽 兩個不太一樣啦 嗯 硬要選一個呢 你以為這樣我就會放過你嗎 No way 我以為你會 好啦 人家在現場 你不要說人家 更不會做人 好啦 我要曹彥豪 是啊 那曹彥豪來分享一下 這次演出男王的過程 呃 因為其實這一次我 我是我們三位當中 年紀 稍微比較大一點 是 所以要回去演高中 其實對我來講蠻有趣的 又可以回去挑戰一個 我是演何一峰 那是一個北藍北藍 是 然後很白目的一個小孩 是 所以其實玩得很自在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們三個在裡面 就像好朋友一樣 嗯 現實裡面我們真的是 也是打擾很好 是 那如果同時都愛上了一個 跟哥們都愛上了一個女生 的時候怎麼辦 要先決定一下 兩個人要先把事情喬好 嗯 一定要先說好說到底是誰要去 誰先後的問題嗎 誰先後 對 亂講啦 我剛剛說誰先後耶 不是啦 不是先後 對 就是這個要交給誰來處理 我覺得這男生還蠻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那李玉琦跟葉心晨又選誰 當然是葉心晨 你知道 亂搭槍耶 好啦 欸今天其實四位演員很可愛喔 他們都準備了